深夜的公路上发生一起事故 一辆自行车与五辆汽车发生了相撞 男人躺在地上受了很重的伤 幸亏带了头盔 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 他的腿骨发生了骨折 好在自行车帮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 伤势不算严重 男人说他本来在自行车道上骑行 没想到后方一辆汽车突然向他撞了过来 紧接着又跟其他车辆发生了相撞 他严重怀疑司机有神经病 当消防员靠近造势车辆时 闻到一股很浓的酒味 他们瞬间明白了事故的起因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司机竟然还活着 他们尝试打开车门但发现不行 于是只能从另一边进入车内 他发现男人陷入了昏迷 需要立刻帮他检查 可当他低头准备拿工具时 没想到昏迷的男人竟然苏醒了过来 迷迷糊糊的他发动了汽车 直接一脚地板油开了出去 上面的消防员看到这一幕直接被吓坏了 汽车冲破隔离栏继续往前驶去 看到同事正面临危险 小帅没有片刻犹豫 直接骑上自行车追了上去 车上的队员让男人赶紧停下 说你这么做可不单单是酒驾这么简单了 附近的警员接到命令也迅速跟了上来 小帅直接骑着自行车往进炉抄去 眼看后面的警车越来越多 男人开车也是愈发地激动 他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很重的伤 另一边的小帅冲下楼梯 直接停在了他们跟前 男人反应过来赶紧踩下刹车 要是再玩疫苗 小帅可就危险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请千万不要酒货驾驶 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